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皮卡申请房车 海南环岛自驾游的旅程 我们在海口修整了两天之后 今天准备开着这辆越野房车 沿着新开通的海南环岛旅游公路 开始环岛自驾了 计划在环岛过程中 找一些风景好的地方 驻车录录营 我们这辆房车可以越野吗 计划去一些普通车去不了的地方 为了记录新的环岛旅游公路的美景 我们还在海口找同行 租了一架大江玉三pro无人机 这款无人机的画质非常炸烈 今天的天气也非常给力 不但景色非常好 还遇到了一些有趣的事 我们今天一天游荡在海边的沙滩上 救援了三辆现在沙子里的车 真的是很诧异 为什么总有那么多人 明知道去沙滩一定会限车 还非要把车开上沙滩呢 包括我自己啊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早上好啊 今天八点 我们今天早早起来了 因为今天有事 开始加水 这个桶加水的效率非常高 今天这个天气应该也非常好啊 嗯嗯 衣服晾在外面 那个保安会让你收起来的 有人管 这个保安会在这个公园里巡逻 只要是有人把衣服晾出来呀 或者把桌衣板灯摆出来 他就会去管你 加完水吃个早点 我们就出发了 刘萌萌你吃吗 我来吃吧 刚才看完一群跑步的 嗯 我去玩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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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车费5块 一天5块 我们现在去海口市高铁站 去取我租的无人机 租我无人机的小伙是一个大学生 他平时也接一些商拍 也算是同行吧 租金是100块钱一天 押金是13000 我计划是租个10天左右吧 因为10天的时间 差不多够我们慢慢悠悠的 环倒一圈了嘛 好了 现在我们已经到达海口高铁站了 小伙子拿着无人机来了 拿到机器之前 先仔细的检查一下 为了保险期间 我们双方都拍了视频记录 还互相拍了试分证 现场试飞一下 看看功能是否完好 OK 没有问题 现在大家看到的画面 就是海口东站 这个站呢 完全是建在空中的一个站啊 底下是一条路 上面是火车的站台 规模不是很大 小伙子家是穷海的 他坐高铁过来也非常方便 就跟坐公交车也 我们无人机已经拿上了啊 现在开始正式的环岛 这最新版的环岛地图 把这个海南最新的环岛公路标注了出来 红色的就是 我们今天的行程是先去 深江园旧船厂 铺前老街 木兰湾灯塔 这样到 同谷里 这是 攻略的详细说明 咱们今天总行程155公里 需要开车的时间是 两小时58分 然后咱们把玩的时间留出来就行 这个攻略图还非常详细的 就是想要的朋友 可以去我的橱窗 看一看 整本 全都是海南攻略 出发 我们现在行驶在海口市的海淀岛 现在往新部岛的方向行驶 我们要去的第一个景点 是深江园旧船厂 就在新部岛上 去旧船厂的路上 无意间发现了一个房车营地 这个房车营地 多好啊 这个 就停在那儿就钓鱼了 哎我们进去看一下 我们进去看一下 问一下收费 看这个营卫 多棒 这个营卫 攒进的很啊 100块钱一天 好 那包月了 包月是 270 270 100块钱一天 我觉得车里 怎么样 这个房车营地 100块钱一天 包月的话是2700 我觉得挺不错的 下次可以来这里玩一下 今天主要是路过 没有在计划之内 大家也可以记一下这个地方 海口市新部岛 去浪房车营地 也可以在这里露营搭帐篷 我们现在来到了 深江园旧船厂 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小众的打卡点 很多博主来这里拍照片 可以拍出特别好看的照片 然后呢可以看这些船的构造 你们看这个龙骨 一根一根的 这就是船的结构 这种船呢是远洋渔船 远看不是很大 走近了之后还是蛮大的 这种船出海一次 要好几个月才回来啊 使用这个玉三Pro 来看一下 卡苏三镜头 期待一下这个飞机拍摄的效果啊 效果绝对炸裂 看这边人在钓鱼啊天哪 它没有刮钩吧 别待会刮到我耳朵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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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胎没啥难度 也没放气 主要是偷懒了 把气放了再把气打起来 我那气放功率太低 呃时间耽误就要了 所以我们就靠这个强大的动力上来了 哦 下一站 好不好玩 我现在在哪儿 在道路镜头又不喜欢第三个这个 这个 嗯 这个 有三个箱子的这个 刘萌萌要不然喜欢这种高高大大有三个箱子 要不然你就喜欢那种 啪的滴滴的 我们现在就准备离开海口的新步岛 这块呢属于海口比较偏的地方 属于郊区吧 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村子和自建房 远处可以看到海口国心大道的建筑群 这里也是海南省第一大江南渡江的入海口 我们现在行驶的这座桥是新东大桥 咱们环岛自驾游呢也是从这里开始 过了大桥就到了海口的江东新区 江东新区是海南自贸港 11个重点人区里的其中一个 江东新区的定位 第一个是凌空经济啊 因为和美兰机场离的比较近啊 第二个是金融产业 银行证券保险等等 第三个是消费精品产业 第四个是数字智慧产业 第五个是出口型服务产业 这一片就是江东新区的CBD啊 这些写字楼正在建设当中 我们来俯看一下整个江东新区吧 咱们环岛自驾的话 就是沿着这个海岸线往下走 走的是这个江东大道 并不是领海的 可以看到整个江东新区还是很大的 这边的海岸线也还不错 这里有一片社区密度不高 看上去不像是养老盘 有点像富人区 我们在江东新区回看一下海口市吧 南渡江一江之隔 可以看到两边发展的巨大差距 江对面密密麻麻全是楼 这边就是农田和村子 也有少量的楼盘正在修建 在海口生活的话 我觉得在这边村子里 要是有一个自建房的话 住起来应该不错 我的愿望就是以后能在海南 找个村子自己建个房子住住 我真的是住够了这种楼房了 感觉一点意思都没有 最后再给大家环视一周 远处是海口市市区 下面这条路呢 就是大家环岛自驾游的必经之路 江东大道 远处的江就是南渡江 转到这边来呢 就是江东新区 远处就是海文跨海大桥 怎么样大家的地理知识增加了吗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 海文大桥跟前了 在上桥之前呢 大家注意桥的右边 有一片绿色的红树林 这里是东寨港红树林保护区 我在网上看到别的博主 来这里有拍到成群的白鹿 但是我们今天来的时候 并没有看到那种壮观的鸟群 只看到零星的井只啊 不知道是不是季节不对 这里有鸟的时候 还是强烈推荐大家来这里参观一下的 参观完红树林 接下来就行驶上了跨海大桥 海文大桥是连接海口市 和文昌地区的一座跨海大桥 过了大桥就进入到了文昌地区了 这座大桥非常壮观 有无人机的朋友 一定要在桥上拍上一段啊 很多人问海文大桥可以骑行吗 是可以的 我们在桥上就看见了 好几个骑行的朋友 桥这边的港口是铺前港 这里有一条老街叫做铺前老街 值得去逛一逛 或者大家走到这里 刚好到中午饭点了 可以来这个铺前镇 吃个午饭再继续玩 因为从这里开始 后面就没有什么像样的吃饭的地方了 过了大桥紧接着左转 就到了真正意义上的环岛旅游公路了 海南真正的美景啊 从这里开始 接下来我们就要走新修的环岛旅游公路了 下了这个海湾大桥之后呢 我们就往这边转 环岛旅游公路啊 其实骑行也蛮有意思的啊 我挺喜欢骑行的 下次我们来骑行吧 昨天直播跟我网友说了 下回骑行 你说虎跳峡有那个骑行下回 没有只有突破 这个沙地上种的都是什么呀 这个感觉像是红薯 地瓜 地瓜这不就红薯吗 地瓜就是红薯 木兰湾板栗地瓜 我喜欢吃巴黎 新的环岛旅游公路距离海边真的非常近 你们看基本上就是这个距离 想要去海边穿过红树林就可以到达 看看这原生态的沙滩 沙滩上有一些被海浪卷上来的树枝 这种沙滩看似不是很干净 其实这才是真正的原始的沙滩 这海水清澈吧 从这个角度还能看到远处的海口室 这个画面呢是大江玉三pro之初画面 我没有加任何的滤镜啊 也没有调饱和度 这海水咋能这么拦呢 在这种公路上开着车逗着风 你们说爽不爽就完了 你们看这个地方还有一个车折印 应该是哪个越野车进来玩了一把 咱们继续按照攻略地图的指引来到了虎威岭 这就是虎威湾 这个湾没有什么游客 据说以前有一个综艺节目在这里拍摄啊 在这里建了一些场地 综艺拍完了之后就不用了 站在虎威岭上呢也是欣赏木兰湾灯塔的绝佳位置 所以这里还有一个隐藏经典啊 就是顺着这个土路继续往前走 穿过这片红树林 这个路有点窄 两车相会的时候需要停车避让一下 道路的尽头就是木兰湾的虎威岛了 这里正在建设一个停车场 估计后面也会把进来的土路修建成柏油路 这里正在建设服务区啊 它修的是停车位 然后那个吊车正在吊卫生间垃圾桶 我们的车从这里应该是可以下去的 放了气就可以下去 但是放完气还要打气太麻烦了 这个地方露营多好 你看这有车折印呢 也是有很多人把车开下来了 他们也是在海边露营了 挺好 这里的海水是真的轻 虽然岸上垃圾有点多 但是这个海水是真轻 海水清澈程度数一数二了 我觉得 就是这个沙滩需要有人维护一下 把这个垃圾收一收 海水真热 我们现在去爬一个虎威岛 看这海水清不清 来一二三 爬完了虎威岛我也考察了一下这边的沙滩 这边的沙质比较硬 我觉得我们的车开到这个沙滩上应该是没问题的 于是就准备把车开上沙滩玩一玩 结果就在下沙滩的这个路口 一个SUV陷在这了 它是怎么陷住的呢 其实它并不是要去到沙滩 它只是在这里掉头 但是路太窄了 掉头的时候就开到路下面去了 结果就陷住了 正好呢卡在下沙滩的路口 我不把它拉出来呢 我也没有办法下去 所以就救它一下吧 我们车这个脚盘 我没有找到 不是我的车 我没有找到怎么用 可以给它拖出来 对对对 然后拿拖车车拖吧 拿拖车车拖吧 回半车回半车 回半车 别拧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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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好了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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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我们回去的路上 我们发现一辆车陷在沙滩上 是一辆未来的车 看样子车里面貌似没有人 估计是去找救援去了 就在我们快回到驻车地的时候 又看到一辆车陷在沙子里面 是一辆宝马 然后呢一辆轿车正在给它救援 折腾了半天也没能给宝马拉出来 然后我就申请出站了 车主说它是在路边停车 结果没注意就陷住了 它这根绳子太细了 我一拉就断了 我们的车上也没有绳子 我这个车的脚盘 我也没有找到遥控器在哪 很尴尬啊 这个时候车主说 他想用那根断掉的绳子对折 变成两股再让我拉一次 我拒绝它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根绳子本来又短 对折之后 我和他的车的距离也就不到两米 我生怕给他拉出来的那一下 他冲出来给我车头撞了 后来我们又试了大家一起推 把车轮下面的沙子挖开 继续推都不行 这个时候呢 附近的村民拿了一条绳子过来 说用一下150块 就用一下绳子啊 150块钱 确实很贵啊 但是没办法 车主给村民付了150块钱 哎呀生意了生意了生意了 哈哈哈哈 好了好了好了 对了嘛 这才是救援用的绳子 我挂上第四 一脚油门他就出来了 拉出来之后 大哥非要请我们喝椰子 真的是太客气了啊 我们喝不了 喝不了 拿拿拿上 十个一步多 我知道 太多了 拿四个行了 真的浪费浪费了 浪费了 我们明天就走了 那个两天喝不完坏了 送走了宝马大哥 天也快黑了 我们想到了刚才那辆未来 离的也不远 我们打算过去看一看 天黑了 如果他还困在这里 有点担心啊 过来之后 看看这车还陷在这里 看到车主了 是一个小伙 跟他聊了一下 他是单人单车出来自加油的 结果陷在这里了 小伙子心态还挺好 一点也不慌 看他陷的这个程度 我的车是没办法帮忙了 除非我用脚盘把它搅出来 可惜我的脚盘用不了呀 我把刚才那个宝马大哥给的椰子 请这个小伙子喝了一个啊 让他解解渴 他说他已经叫了救援 说是未来有终身道路救援服务 我们就打算在这里陪陪他 等他被拉出来我们再走 不然他一个人在这太孤单了 不是说未来的服务特别好吗 那我们就在这里看看 未来的服务到底怎么样 跟这个小伙也是聊的来 聊了很多关于路上的奇闻趣事 不知不觉天就黑了 这个时候来了一辆轻障车 我给他们照个亮 这个轻障车用脚盘啊 把下面的车给拉上来 这个车的脚盘真长 它这个位置危险了 晚上涨潮说不定上来都把车淹掉呢 不定能不能跑起来 脚盘给拖到这个位置 我觉得应该能上来开个四驱 完了这个车要线 对对对 不要停啊 动起来了就不要停 停吧停吧停吧上不了了 这个轻障车可以自己把自己顶起来 然后后面这个推 可以把它推出去 哎呀你看你看 哎出来了 未来的工作人员来了 也开了辆未来 现在就是这个车也快出来了 这个未来的服务还是好 终身免费救援你看 一出事 来了好多车 我们在这围观也顺便观摩一下未来的服务 都说未来服务好 上来了上来了 救援成功 嗯 好了晚饭准备好了 煮个泡面 然后吃点水果喝个椰子 还有牛肉干 今天晚上就住在分车路这边了 开动 其实也很不吵 不吵 挺两块的 嗯 吹海风 明天早上直接看海 海景房我们今天晚上是 就是有点蚊子 蚊子点蚊香了 一会儿他们就灭绝 给大家逼的一个方便面 这方便面 东阴公味方便面 刘萌萌你形容一下 这个东阴公味方便面是什么 这个方便面 就是蚊香的未来 特别浓 然后呢 然后你要低头去吃的话得憋气 但是吃到嘴里还是 味道还是不错啊 闻起来有点 奇怪的味道 哈哈哈哈 椰子还是相当解渴的 对 感觉喝椰子比喝水都解渴 对 非常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